接下來的話 同學的問題幾個 我覺得問得還不錯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 I 一定要叫 I 嗎 當然不一定 這個是個變數 那其他的語言 設計的時候都要宣告 可是 VBA 有個好處 他可以不宣告 那你不宣告也可以 也可以過 不宣告也可以過啦 反正那最後我想說 多宣告好像也多一行 所以我就先不宣告 那他裡面的值就是說你隨意給他什麼 他就會放一個值 那什麼叫變數 他有點像剪貼布吧 反正剪貼布裡面放什麼 他就暫時放在記憶體裡面 暫時存放 有沒有 他暫時放4他就變4 放5他就變5 放6就變6 所以這個叫什麼 叫變數 OK 會改變的數字 他不見得一定是數字 所以應該會改變 也可以放的是什麼 文字 好 那不見得一定叫I 你也可以叫其他的 不過我習慣 I 就是列 用I來代替 那 藍的話 縱向的 以後當然我們現在只有列 如果以後有那個藍的話 那我就要追 所以 如果你有一個大型的試算表 你要 整個一次全部幫他處理完畢的話 那就有4I跟4J 那這樣的話一下就可以把 整個 試算表全部做完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你這個 這後面這個東西太長了 跑過去了 所以如果我希望讓他折行的話 比如說他這邊是一行 那可不可以把它變兩行呢 特別注意喔 是可以的 不過 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你不能說我今天 跑到這邊的時候呢 那我希望從這邊好了 按Enter 比如說我希望 這個H我就把它折過來 你把它移開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 編譯錯誤 什麼呢 必須有什麼什麼行號敘述結尾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呢 希望把上面這一行跟下面這一行變成同一行的話 有幾個有一個技巧 一定要記下來 第一個 就是說你找 這中間串連的地方有沒有空白 比如說Enter前後 一定有空白 前後有空白的話 那我如果說我要在這個空白 後面呢 特別就加一個底線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空白加底線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 Enter的這一個 上面跟下面會當成是 同一行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小技巧 可是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不懂這個技巧的話 有的時候 你那個程式很長一串 那你怎麼辦呢 拉來拉去 你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特別注意 技巧 很簡單 你找到 只要是有空白的地方 通常會是在哪裡呢 在Enter的前後 有沒有 Enter的前面 或Enter的後面都可以 只要是有個空白 那你在這個空白 或者空白的後面 再加個底線 再加個Enter 這樣就OK了 你把它移開 他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這個是VBA 或VBA 他的慣用的方法 跟其他的語言又不太一樣 其他像我寫Java Java不用 Java直接Enter就可以了 他自動會幫你把它當成是同一行 但是在VBA裡面不一樣 所以記得是空白加底線 再加個換行 就OK了 這樣的話看起來也會比較清爽一些 有沒有 這個一個 09 然後這個是 所以 這些都是直覺的 09 然後 11 有沒有這F欄 所以以後你要習慣 以後哪一欄的東西 就用這樣的表示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G欄 再來就是H欄 輸出的結果 你可以先輸出第四列的 再來就是整個全部的 OK 那 這個部分大概就 差不多問題 第三個 還有同學問的問題非常好 不過後來後面一定會講到 就是 你想說老師那103列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的資料 也許會員資料或者什麼資料 他會變動的 他會怎麼一直增加 那如果說 今天是103 明天可能是變成說 100 150 153 那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 下一次你又來這邊改一下數字 那不合理啊 所以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 你的列 自動 知道說 他是在 這一個範圍裡面的最下面 就是說 範圍是指的是 連續的 因為四串表一定是連續的矩陣 一定是一個連續的 當然如果你中間 切開來那就不算了 所以如果說連續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知道 他是在最下面 這邊特別注意 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如果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範圍 某一個儲存格好了 那以往 你要怎麼自動讓他跳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一般都按Ctrl 鍵 Ctrl 加向下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Ctrl 向右 Ctrl 向上 向左 有沒有 按Ctrl 鍵按住 上下左右 這個就可以去偵測到什麼 這一個 範圍的邊界 他會是 上下左右都可以啦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上下左右的概念 寫入到VBA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到這邊有一個簡單的 技巧 很簡單 但是你可能要 稍微 你不用特別記啦 就是說呢 我們 會先知道說 固定的某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我以那個 這個A4好了 A4 那我要讓他向下偵測 他最下面一列之後 再告訴我結果 那個結果是哪一列的話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這邊寫這個 這個也很直覺的 第一個 我要知道A4的話 那這個可能你要再 多寄一個 物件名稱 叫做Rang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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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ange 顧名思義嘛 就是範圍的意思 那範圍可以指 那一定是一個範圍 或單指 一個儲存格 都可以 用Range 物件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你的Range在哪裡 那你就給他A4 比如說我